他們其實有做了一個非常大的努力 就是他們想要把台灣話變成的語言 文字化 但是沒有人成功過 沒有人成功過還是跟我們教育有關 你們從小就像我們的話可以講台語 可是我們相信我們這一代 大部分都沒有把我們教會台語 各位同學 你有多少人會台語 除了醫生不用舉手 他的教育裡面有很多台語 所以我很清楚 但請問一下你們有多少人會講台語 不會 可是問題是你的上一代大部分都會講台語 這是什麼 一個語言要是沒有文字化 它很快就會消失 所以非洲每一天都有幾十個語言在消失當中 因為他們非常多的戰亂 一個部落都有一個語言 所以我們的文化就是我們的根不斷在消失 我們所學的東西是外來的 所以你產生很多掙扎 你的中文沒有辦法表達你的土地 你的心境 所以你覺得很困難 然後你要去 因為你的台灣地圖 一個世界的港口 你要去學外國語言 你又沒有機會去理解說 原來他是要幫助你去面對外面 面對裡面很困難 面對外面很困難 and activity move indoors Winter is door the other city and activity moves indoors a craft cottage is open daily so you can make country style Christmas decorations and cars 我在停的時候 我下去的時候我就呼吸了 我降低的目的是我要呼吸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一句話的中間去呼吸 你在讀的時候如果你呼吸的量愈大 你会越自然 但是你要去练习 You can join in activities like Christmas stories Plays and songs inside While inside While outdoors There are still tractor riders around the farm If the weather is present 所以我刚刚就说 Kerry她的读书 因为她的呼吸跟她的读 她竟然搭配得这么好 所以她几乎就不会有那种停停断断的情形 就说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但是请不要读完之后 这就表示说 你口气想要把它念完 那很累的 那你要念一整段怎么办 我们再请Jenny Park is a wild place which people are free to walk through any time during daylight hour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chool Cultures are Suck it through the park and gardens And know that Hop and cool in wild place Are a whole way of everyone in the park This is a lovely way 听同学的读 只要是要认识 你知道到你对这篇文章你认识多少 它的断点都很清楚的 把一个句子的结构断得很好 这是优点 但是有一个地方没有断得很好 就是Shrough 这Shrough是什么词 你都以为那是介习词 对不对 这个这里是什么 什么 Shrough是什么词 是什么词 你刚刚想 你把它断在walk 你断在walk 你这个就显定它是个介习词 对不对 如果把它复词 你要断在什么 这里 所以 which people are free to walk through any time during daylight hours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当介习词 你就会断在walk 如果你把它当作副词 你就会断在through walk through 这是老师能够为你的贡献 因为你已经念得很好 你的断点是我觉得最标准的 就是你对一个文章有了解的人 大部分都断的会像他这样的 但就表示说你在读的时候是很理解这样子的 不用读文章不用快 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有一天好 你要知道你读文章的目的是 就是希望别人听得很爽 是不是 你讲一句话是希望别人听得爽啦 是因为这个目的 而不是让他就 齁 你是在说啥 对不对 还是说 齁 哪有这些靠去 你是怎么 这样惹怕 你说一句话 你说的文章是让人家觉得你很舒服 很舒服 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像这样 就是你可以控制缓慢 就表示你要表达你的情感 情感传达是一种verbal 就是一种verbal language 口语的语言的一种 要用目的情感的表达 这个是在讲风景的描述 所以他用了很多的叙述 所以最难 我们在讲叙述有两种 一种是描述以时间 时间上在描述一个故事 你只要实态上的掌握清楚的话 他大部分都可以很轻松的解决 但是如果你要描述一个景象 它是一个简单 现在是 可是他用了很多的 这种蜿蜒的 用很多介细词 副词 那个东西是有最难度的 连我都不见得能 因为除非我对这里够了解 对我够了解 所以我不太可能 就是能够写出这么好文章 所以这种文章多读一下 没痛苦 我们这里有讲到一些字词 就是希望你如果 欢迎你来问一下问题 就是说因为这些 老师都有做了一些 但我觉得我应该要讲的 好像sprout sprout sprout是那个虎口 嘴巴 倒数的地方 叫做sprout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的出水口 就可以叫sprout sprout很难吗 不难 怎么背 因为你学过春天吗 你学过春天的话 你就会泉水 sp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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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RNG拿掉 为什么 因为泉水 没有出来的时候 出水口一定有水吗 没有啊 所以他把RNG拿掉 加out sprout 變成sprout 出水口 背起来了吧 有多难 可是这是很多高中生 很痛苦 因为他只有一个音节 你就是怎样就背不起来 sprout 因为他没有在出水 所以RNG拿掉 所以sprout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sprout 一樣道理吧 为什么叫sprout 牙 好 那sprout 又有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家人叫sprout 为什么 春天的时候 牙会长出来 但是你没有看到它的长 所以RNG拿掉了 Spring spout Spr Spr 都跟水有关 Spring 要多一个泉水 因为泉水就是 你到春天的时候 各位同学 你要去想像 春天它为什么地底下会冒出水 为什么泉水 这个罗马之所以偉大 就是因为他在2000年前 他已经利用了这个 红西的道理 他利用红西物理的道理 他把来自于高山的雪水 然后透过地下红 他做的挖了路 然后一路挖到他们城中 所以你今天在冬天的时候 是不会有水的 不会有水池的 除非你建了蓄水池 你不会有水池的 你什么时候会看到春天 有Spring的时候 Spring就是 它到罗马在城中 它就有很多的噴水 Fountain 就是噴水池 然后你就看到 到春天的时候 不是温暖 然后当你看到 有一滴滴滴 一点点水出来的时候 就表示什么 山上雪在融 雪融之后 慢慢渗到地 形成地底下压力 然后就开始利用了 这所谓的红西道理 就开始慢慢一点点 所以你到了春天 很多同学 它的大量压力就出来 你的水就开始喷出来了 因为它是有设计的 所以罗马的城池 就是这么的厉害 就是两千人前 人家就懂得用物理的道理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 米开朗基罗 达芬奇 他们都有那么多的物理化学 所以 那样叫 会好吗 会好 牙 sprint sprout 出发牙 各位同学 我们再来 就是像这些字 介系词 副词的 我刚刚讲 through 你在过去都是到介系词 但是你要知道 through它可以当副词 through and through 从头到尾 through and through through through就是有完全的意思 work through through i'm through 所以我结束 我工作了 my word is through through就是到尾了 所以它是副词 形容词副词 都会学到 在dotted 我们上面有个 零星的点缀 就像是一点一滴的 所以你看 这个是你可能没有办法解釋 因为我其实在英国的 英国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草地 所以草地上面 就只能养牛养羊 对不对 那一片的草地 你就看到如果养牛 它们是不会排队的 所以你就看到一片的草地 这里面就会有零星的 有这里一只 那一只 那如果是白色的羊 你还看不到 还必须是 有一点点颜色的 你才会想 一点一点 为什么要叫dotted 因为羊 没有那个纯白 你不要这样 其实 牛也是一样 它们都没有那个纯白的 那都是脏脏的 你需要给羊洗澡吗 自己都不一定有洗澡的 还给羊洗澡 还给牛洗澡 全身都在地上大滚来滚去 它就羊一羊的时候 它就在地上大滚的 所以你看到这些羊 其实是黑黑的 黑黑的 它们羊毛要纯白的很难 那些都是后来天漂白的 那些都是脏脏的 好不好 漂白 羊皮巴下 也是经过漂白洗涤的过程中 才把它白 白变成很白的 其实天然的羊 都没有那个白的颜色 所以dotted叫做点 dotted 那如果你要讲发音的话 dotted 叫做飞标 所以您了解吗 点跟飞标的关系 你飞标射过去就只能一点啊 对不对 所以老师跟你讲 我们现在这里呢 就讲到了这些 as long as 只要 我们常常去叫as soon as 然后你要去比较 as soon as 跟as long as 这样这里 我们要请同学来读一下 我们请Ryan 好 这里下面就好 as long as 这重属连接词 对不起 对不起 先念上面 invitation 好 下面 好 这个部分两个字 所以可以相同 其实单纯 就是说 它这个 一个介细词 unconditioned 然后这个let 当了一个 接一个句子 来当作名词 指句同位语 那这个部分就是有两个 介细词 连接词 这个叫准关系词 我们把at 叫做准关系词 准的意思就是 接近准关系词 那么你在 未来的关系词 在你的月来的考试里面 现在会考还不敢考 但是你在高级英文里面 but 跟 as 跟but 最后就是then 这三个都是有 连接词的用法 它是接近连接词 它们又不是关系词 不是 那它一定跟那个 因为就如同 就如同 必须要有一个东西 对不对 就如同 后面那个东西一样 所以它如同 要跟什么一样 所以你又跟这个件事情 一样那么的多 那么的长 所以这里用as much as 也可以的 保证对 as much as as long as 保证对 只是说 as much as 它变成多样化 你如果做到那么多 那朋友觉得说 i have as much 它也可以叫做多啊 那这个叫做条件 所以也有人用as much as 但是 much 就多了 就有数量 你就会想 什么多 所以很容易混淆 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多人 所以as long as 反而就会比较多人用 那么uncondition 这个叫条件 condition 那 调整就是什么 我要管 condition 就是我要调 我要管 我有管理 这种才叫condition 好 所以 你们的论法乳 叫做conditioner 因为我要管你的头发 要把头发 变成是很 蓬蓬的 还是很顺畅的 就看里面要加多少油脂 你把它加多少很多的油 油脂 然后这种油脂不能摸起来很油 摸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变重 重就会变脂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加上了什么 是一种离子性的东西 离子性的东西 就是它有正电跟负电 你把它 我说女生 你把它加很多那种离子性的东西 它是不是就有正负电 正电的都会像刺 像刺这番头发就蓬蓬的 你很多油脂就因为它重 所以就直直的 它就是用这个道理 物理化学这些道理 你如果会装东西 你就可以当成发明家了 所以 英文是这样的 就是 讲破了不值钱 但是你知道我花多少时间 才能够学到这些 好 再来 立题 再继续念 as long as as long as as long as you are not going in time or you will be completely 好 purpose叫目的 那on purpose叫做故意 好 那么就是将来你在学的时候 它的 这个叫做on purpose 你purpose已经不会学了 但是它其实它的副词 就是变pursely pursely 那per就是完全 因为你的皮包比较关好 关完全 你才能够把钱留住 要不然就一个一个掉出去 那pose是你的姿态 所以完全的姿态 就是表示你的目的是唯一的 所以就叫目的 目的就是你的目标 再来 if you are not 就是你看它用的三个用法 就是说只要是这种条件 第二是如果你不做的话 只要你就是你的条件 you will be forgiven 只要你不是做这个你就会 所以as long as 再来第三个 as long as 所以它把它变成是provided 所以你看到 关于条件句 除了你有as long as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unconditioned that 还有一个叫做as long as 还有一个叫做if 也可以用if句型 也可以叫provided 换句话说 这些其实是让你在用的时候可以应用自如 可以不用你重复的这个条件去写了很多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只是为了让你不重复的一种用法 你学越多 其实就是会让你表达越丰富而已 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动词不定词当作目的 为了要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说了 就是不定词的目的 因为不定词它可以当作副词的目的 它当副词的时候叫目的 我们在跟你讲到国中的时候 我们学不定词当作什么 to加圆形动词 我们可以当作名词 名词就有主词跟受词这两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它也可以当作形容词 我说当作形容词最难 因为形容词就是要省略句子 所以它其实是我们how to do it 所以当不定词当形容词的话 它的受词或主词必然就是后面那个动词的一部分 它前面的这个名词 它当形容词的时候 它前面的名词一定就是主词 这个动词的主词或受词 它完全就是从形容词词去简化来的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再加一个how to do it what to do 就是那补充而已 因为跟这个名词到底有多长相关 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当副词 你看不定词它是一个名词性词 才会可以有名词形容词副词这三种用法 好 所以 可以去做到 好再来就是这个不定词的目的to 好这个部分就当形容词有没有 to worry about 所以你看 we have nothing 这个名词 你如果 这就是同学在学的时候 就是worry到底可不可以接受词 我们来问一下 Terry worry可不可以接受词 可不可以接受词 可不可以 我的问题很简单 但是你要想很难 答对了 其实我们有学到 你学到worry的 能够变成过去分词 它一定表示它有受词 它把受词拿到前面去 所以我们称之间叫做情绪动词 所以当你有情绪动词 就表示说它可以接受词 但受词是谁 人 情绪动词 you worry me this worry me 所以它的受词是人 如果人摆到前面 I was worried 已经用完了 so I was worried 我很担心 所以它必须要再接受 about才能接事情 所以about接的是事情 事情 事情 worry somebody 那我们这里句子 to worry的组织是谁 we 受词是什么 你如果不给他受词 行不行 不行 因为它如果已经组织是人了 它如果worry要接满 就要接受词 才能当形容词 因为你要形容一个受词 对不对 我不能不接受词 因为我有形容词 它要当形容词用 它就修饰它前面的名字 这样的句子就有意义 Do you have anything 所以有时候说 你碰到一个朋友 don't worry 他会说 about what 我没有在担心 about what 我要担心什么 其实 就会有这种用法 你讲一句话 不清楚 他就会 他就会 我有在担心吗 我担心什么 about what 他就会讲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cure a bad 所以这个句子 cure a bad cold 这叫自豪 所以这个句子 你必须要知道 它存在的原因 就是它的主词是什么 anything 所以 不定词 要当形容词 它的主 它前面的名词 必须要当主词 或受词 在这里是当主词 这个也当受词 my daughter need a big box to hold her baby 所以这个主词是 to hold a big box 它要当主词 能够装 所以这个hold 就变成装 但是装了之后 还有my daughter my daughter 所以才是拿着的人 所以这个是要装 然后这个是要拿 所以这两个字 都是跟hold有关 人拿着盒子里面 装了什么东西 所以他有 他有hold 有装着 然后可以当作抱着 拿着 hold 所以I don't think he has anything to be proud of 有没有 这就是of的受词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理由 你才会写得出 形容纸片语 但是 这个同学练习太少 所以他在考出来 就是会有一半的人 结果不会 那如果一半的人 不会就看到 这考试字难度在哪里 Julie is a nice person to get along with 或者说同学 get along with the受词 好不好 好 老师介绍了你 不定词 这一课不定词 他已经没有把国中的 当组织或受词讲完了 他现在就讲 你比较没有学到 形容纸跟副词 副词你国中也学完了 所以形容纸 国中比较少 因为 比较难懂 希望你们长大 都已经比较懂了 来 我们来练习一下 只要你答应不整夜玩 PS3 PS3就是PlayStation 我想你们应该都没有知道 只是说 买这个东西要很有钱才行 这个Sony的PlayStation 很贵 因为它里面就相当于一颗电脑 对 一个该有的电脑都有 所以我不知道 我没有买过 我的电脑我从来不太 好 I will buy you a PS3 好 只要 你不 好 熬夜 熬夜 熬夜叫做什么 Sit up 你也可以用Stay up late 好 后面呢 再加动字RNG 只要你答应 答应就是Promise 好 如果你 你真的想不出来 你也可以用别的Agree 好 那你就是 讲出一个你可以用的字 就行了 我刚刚跟一个国中二年级 因为他已经考过初级 但他考 复试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用担心 我的学生 从国小五年级 六年级 国中一年级 到二年级 三年级 通通有我在考的 但是就你这个阶段里面 我只建议一件事情 就是 你在写作文的时候 在那个段时间 因为他给你五十分钟 你要写出十二到十五句子不难 所以只是说你会觉得改革 因为你没有在练的话 你会改革十二句 然后每个句都是一个句子 我说这样就会及格 他会因为你没有机会 给他扣分 但是你其实写的不是文章 你是写十二个句子 你只要写十二个句子 就会过 因为他会给你八十分 这是我已经 然后每个同学都说 对 你说的没错 就是这样 你只要写十二个句子 你不要给他扣分的机会 你不要把主词 副词 动词 搞乱七八糟 好 所以我就买 I'll buy you 好 我们请Terry 我可以 I will buy you a poetry and you will promise you will promise and you will see you promise that you will not set up late plain with it 对不对 好 可不可以我们把它简化一点 因为你把它写成一个句子 那个句子OK 好 那你知道就好了 那在这里promise呢 老师 我不知道 因为就是 我觉得 今天就一直就是 他的反应就很慢 不小心我昨天做的调整 as long as you promise 后面直接就是什么 not to to 不定词就好了 promise 可不可以接to的 你在to的不定词前面这样 not to sit up late or plain 好 就就完了 plain with it 不要因为玩他而熬夜 就好了 sit up late plain with it 这个小孩子需要人 可以和他们 好 所以需要人 好 这个可以和呢 to to 和他们 with them 所以 可以 谈 所以 need someone 这些人去 谈论 所以你这边 with 所以你所需要的是 talk with 这样了解吗 talk 那talk呢 talk 如果你要接 反正就是about 加一件事情 再加with 好 我们来 Terry 烦恼 用worries 是不是 你用worries 對不對 the children need someone 好 这个就是一个字 someone 有一个人 someone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特定的人 所以他不是随便的人 不是爽个路人就可以 some 就是特定的 so you need someone to talk to 對不對 talk with 這樣就可以了 對不對 with的受子是誰 someone 對吧 然後 about their worries 好 你也可以用什麼 their trouble 好 trouble 我們通常比較少加s trouble 比較少加s 你可以先寫啊 好 再來 我跟我班上大部分大部分不同 我走路上學 好 這個句子呢 呃 他是要用到 嗯 嗯 嗯 這樣用到什麼句子 他用到什麼句子 嗯 他這有沒有講到什麼句子來用 他這有沒有講到什麼句子來用 有沒有同學想要用什麼句子來用 因為他一定是從這個句子找到 他一定是從這個句子找到 有沒有同學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用到什麼句子 跟我跟我同學大家不同 愛我走路上學 他目的是其實就是用不定質片語就可以 好 就是就可以了 因為他的主要句子是I walk to school 然後呢 前面呢 到底用什麼句子 他可以有很多種句子寫 所以我只是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 如果天氣舒適 舒適 舒適 舒適你用什麼意思 千萬不要寫comfortable 因為comfortable 通常都是一些人為的 人為的 comfort 什麼叫comfort 你要知道 comfort叫安慰 comfort叫做安慰 所以安慰是什麼 是你心情上的問題 所以它不是一個 所以天氣不會安慰你 所以comfortable是說 天氣會讓你感到舒適 可是不能用那個 所以如果天氣 你就是可以用任何句子 但是我們就會到海邊享受 這已經我講了 Pleasant Warm breathe 好 那個Jesica 用As long as as long as the weather is pleasant we will go to the beach to destroy the warm breathe and 好 基本上都對了 好 As long as the weather is pleasant we will go to the beach 好 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 enjoy the warm 因為你要加the 是特定the beach 對不對 那這裡the beach 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會去哪個地方 the warm breeze warm breeze是這個叫微風 這個字 是不是跟breeze 呼吸很像 b-r-e-a-t-h breeze breeze 各位同學 它是一氣呵成的 因為古代的故事 北風的故事 北風一吹 breeze 它的一吹氣叫breeze 它吹的比較小力的 就變breeze 因為這個比較輕 breeze breeze 然後呢 and sunshine 好 用sunshine 就不錯了 陽光叫sunshine 你用sunlight也可以 陽光嘛 只是說你是要sunshine還是sunlight 都可以 好 那唯一的差別 我們其實在讓你練習 是因為讓你開始去理解到 中文跟英文的不同 你會覺得說 我剛剛講了 你寫英文 你去考中級的一樣 你用標準的句子給他寫十五句到二十句 你只用你的標準句子 不要寫十五句 你也是可以過 只是你知道嗎 中級的英簡 它的題目就沒有像初級英簡那麼簡單 所以你必須得擠出一些智慧來 你擠出一些智慧來 你擠出十五到二十個句子 就可以過 一樣 很多同學 我國二國三就有考過中級的一堆 一堆哭 所以 那個其實只是你不知道它的目的 矛盾就是 你能不能把一個概念把它表達出來 好 再來就是 we'll enjoy the go to beach 這裡最好的就是要叫and 前後兩件事情 前後兩個動作用and來表達 為了要達成目標 好 目標知不知道 我們來請那個 Joy 目標知不知道 go 那達成呢 困難對不對 好 Janny 達成 一直是可以的 不要 不要去限制什麼 因為你為了達成 你為了想說達成 你為了想不出來 還沒有想說達成 你沒有想到達成 你沒有想過達到 reach 你沒有想到達到 你有沒有想到 得到 get 你有沒有想到達到 完成 achieve 這些都是你可以寫的 因為你都學到achieve的goal 好 它只是 稍微用在不一樣 當你用get 通常goal 是一個有型東西 可以拿得到的 如果hit就是什麼 到達 你撞摸得到 那reach就是 它是一個目標 所以你可以reach 那如果是achieve 就是它是一個 工程 你要把很多事情都做到 所以它其實只是 你在達到這個 老師寫出來 不是goal 不是goal 是goal goal 那這個goal 不難背嘛 各位同學 老師 再跟你講一下 它就是 你所有該去的地方 所有的去的地方 都去了 goal goal 背起來了沒 很難嗎 不難啊 所以真的英文不是那麼難 它就是有好多好多的小字 所以我今天才可以講法語的故事 我去法國 我不會講法語 所以我很吃虧 因為什麼 我講英文 法國人不理我 所以你得要 你盡量用百東百西的 然後要去想一些 法語我會念的念 所以我都要隨時 拿一些法語的字體 然後去看 這怎麼念 我不會念啊 那講英文 沒要理我 現在不會啦 現在法語 就是法國人 因為窮 所以已經 降低升級 他會跟你講英文了 但是 包括他也會講中文 因為法國人現在就是 非常多的中國人 不過現在也非常反華 對不對 Yellow people 黃種人就開始 Chinese 就開始趕走了 現在中國人大概在法國 非常嚴重 因為 前些日子 你去法國巴黎 幾乎所有的店 全部都會講中文的人 保證 因為什麼 中國人是最大客戶 我們台灣已經不是 台灣是很小很小的 所以他們 他們不知道台灣 他們以為台灣是中國 他們一直都是這樣認為 一直都認為台灣是中國 所以 但是現在他們終於知道中國 最近他們知道中國 因為什麼 那個台灣 那個中國人都說 這個 這個 我去那個店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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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其他全部 通通買起來 他們就是有這個財力 出去 如果 花個幾百萬 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都是非常有錢的 那個 高幹的 因為只有有錢 所以 顯示出很多中國人的 那個 不公平 好 就贏 那 團隊合作 會不會 是 是 是 together 後面沒有聽清楚 closely 很好 那個 我是很 那個 就是 很 覺得很棒 你就是 知道用closely 如果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嗎 work together 就很棒了 然後 如果你要講說 團隊合作 work as a team 如同一個隊 一樣的 work together closely 那你呢 其實有很多字 就是只要你附詞 cooperately 然後很多字都可以用 那這個字是你最近的 所以說 密切的 很密切的 closely 工作在一起 所以 to reach the goal to get the goal to achieve the goal to hit the goal 你還可以問我 有哪些可以 我告訴你 很多都可以 並不是那麼難 不要把那個 把這個中文當作是一個很難的東西 就是你用想到其他的 這個叫做練習 接下來 我們要用比較短的時間來跟各位同學 我終於知道 我這個部分是有斷掉的 可是我就覺得好像又沒有66 67 這是什麼東西 70 好 老師呢 這裡果然是有一些斷掉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斷掉 所以我們要換到來讀這一篇 這一篇 這一篇叫做sleep need sleep need 前面那一篇 老師顯然因為有點斷掉 所以我那一天的確是 Have you ever dose off in class? Have you ever dose off? 這個dose 就是 那個 昏睡 什麼叫dose 你吃飽飯 中午的時間 你就會 dose 開始 頭腦昏昏的 叫dose 頭腦昏昏的 叫dose 好 這什麼意思 從dose來 dose什麼 麵糰 taka那就是麵糰 然後z 動詞話 taka do dose 頭腦昏昏成人 叫dose 不難 它就是這樣的概念 因為它完全是從聲音來的 你只要是長到一個合理的聲音 再配合上這個字的結構 你就通常能夠背起來了 如果你願意練習 我感謝你 因為我希望你到 如果你是 你剛練高中的時候 你想起了我 我就覺得我成功 你覺得我這樣子可以讓人 你到大學的時候 你一讀英文 你願意讀 你喜歡讀英文 我就覺得這是我的榮幸 所有 作為一個老師 作為一個教學者 他就是求那麼一點點 你在未來的話 你可以用得到 你真的會覺得 你用到的上來 你感到說 真的我那時候的努力沒有白費 你那時候那麼辛苦 沒有白費 沒有人學習不辛苦 但是學習也有輕鬆愉快的時候 只是我們要用成績來看 就是 have you ever doze off 就是 打瞌睡 為什麼off 因為人不在了 很沉重 然後人就不在 doze off off就是 心不在焉 雖然很多字off就是不在 in class 上課照的人不在 但是你在那邊打 對 春春春春的 have you ever been snapped 好 snap awake snaps awake 是什麼 醒過來 被罵醒 snap就是被罵 snap awake by your teacher 這個叫折罵 snap 什麼叫snap snap 這個叫snap nap是take a nap 短暫的休息 所以 但是就 被取消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snap 其實就是被折 那snap有很多 比如說 這是長了一朵花 把它折起來 把它折起來 掐起來 耳朵 通通都可以 所以它就是 at snap 這個叫折 你被折罵 awake 被罵醒 這個同學 你現在已經到第幾層了 沒有人沒有這個經驗 我想應該 snap 就是大聲的折罵 by your teacher angrily calling your name 你看到 snap awake calling your name 這個為什麼用calling 因為這個動作 就跟這個動作 是同時發生的 我們當用兩個動作 是同時發生的 第二個動作 就是用分詞 對不對 have you ever been snapped calling 這個句子 它做的這個 主詞是by your 那個 然後他calling your name 通通就是叫你的名字 然後把你罵醒 所以have you have all this been happening to you 這些事情都發生在你 more and more often 越來越常見呢 falling asleep in school may certainly be cause 好這個同學 在上課上學中睡著 falling asleep is because 這個用b 哦 maybe 所以這個句子主詞 那動詞在這裡 然後後面就是用一個副詞子句 是因為 所以你要知道它必須有個be 因為這樣子才有辦法有主詞動詞 老師就在告訴你這個句子的完整 because of you late at night 所以這個第一個動詞呢 一定就是屬於什麼 you stay up 好 所以because of you stay up跟sit up 我們都學會了 對不對 答案呢就是be sit up 你用到動詞的時候都需要 不行哦 因為它是because of 你都要知道它動詞是有變化的 所以用什麼 staying up 好 這個字呢 you呢 because of you 後面就用staying up 你也可以用you were 因為動名詞它前面可以有所有格 所以you也對 you were staying up也對 at night all because of your teacher's detail 這個字叫detailed detail是名詞 detail是動詞 detailed history lesson 或者太過詳細的歷史課 you yet 但是呢 reasons that 這個字是個副詞 所以你要開始要學yet 除了上位之外 還有然而 然而就是 我還沒講完 上位就是我還沒講完 所以 然而就是 還沒有講完哦 recent study 最近的 所以告訴你說 因為你有沒有這樣做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還沒講完哦 yet 還有 還有 recent 我們中文翻譯到然而其實只是一個 一個 以前的老師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但是你們就已經 都已經接受我們 我們的南部就是都是一些老老師 好 那你要去北部老師 你就知道要接受競爭 因為北部老師很競爭 他們都很優秀 因為他們 因為就是所有的道理 如果你很優秀 你會想要去北部 我的學生去年在考試的時候 那個差別的時候 因為我要去他的學生失敗 考不到 所以我們就要 在這之前 我都不知道他的成績 他只是知道他三年 如意志 每一堂課都有上 然後他唯一出來 出來就是什麼 他的英文 是唯一他各課裡面 比較好的 就是十二級分 英文十二級分 其他課呢 通通在九級分以下 都在九級分 你看十二 那就沒好他 他可能是志願也填得很不錯 很高 十二 九八八七 然後我們就開始要去幫他思思想 那不是幫他思思想 因為家長也沒辦法幫他什麼 所以我就 他很願意聽我 他說 你現在是怎麼狀況 就是要去聽他所有他的工讀書的細節 你現在怎麼花多少時間要讀什麼 然後你打算要念什麼戲 然後他怎麼戲的話 我就幫你算 你如果依照你的狀況 你也這樣 就幫他把各種的那種scenario 這樣去算出來 最後最後面還要問他說 這個戲有沒有地區要求 差很多喔 有地區要求 你是在中部 你在南部 你在高雄 你在北部 那個分數差很多 超多的 最低的就是 最低的就是高雄 高雄都很低 中部的是次低 那只要是 再高一點的就是台中 台中就很高 桃園都很高 只要靠近北部的都超級高 那個差距可以差到30分以上 真的喔 差距可以差到30分以上 所以 這已經是一個台灣的一個現象 就是哇 可是喔 學測大部分都會很難競爭 學測是給那個中間好的人 就是你沒有要求非常好 你也不會說很爛 所以中間好的人 可以去填得到 那學測有個問題就是 你要去競賽 你要去做面試 那面試就每個學校都有不同 就是這個是難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只考 就很容易就是看你喜歡什麼 你只要真的把那種時間把它讀完 把那些課都有讀完 通常就能夠上到你喜歡的系 只能講系喔 因為地區還有個區域 你在不同區域的科系 同一個科系在不同區域 是有非常大的差別 好 yet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ther more other than other more 其他的 more subtle suttle suttle要會 suttle 這個b沒有發音 suttle 叫做很細微的 好 這個字當然就是很多學生的挑戰 就是為什麼b不發音 suttle suttle會很細微的 它的副詞叫suttle 去到e加y 所以所有的le的形容詞 它的副詞就是suttle suttle 好 再來 reasons are at play at play就是在演中中 你的表演之中在進行中 at play 中文翻譯叫進行中 and that you are certainly not of alone 所以這個句子 你當然不是什麼of alone 你當然不是在 not什麼 notting of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那個dose of 另外一個表演就是notting of 你打課所以你在上課上課 老師說得對 說得好 好 這就是dose dose是你昏沉 然後說得對 說得好 所以這個not叫做點頭 沒有錯 notting of you are not nodding of alone 你沒有在點頭說對 一個人 你不是一個人 是大家都是這樣 you are not nodding of alone 你不是單獨的 單獨的 什麼American teenagers have revealed that reveal這個字叫做揭露 好 那麼 老師呢 只是通常都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你要bend這個字太難了啦 因為它很短 好 然後我們現在猜一下 主要是 re呢 re就是bag拿開 veal是什麼 薄沙 你只是沒去查 veal就是片薄薄的東西 veal又叫小牛肉 小牛肉通常是什麼 牛肉很高級的部位都切得很薄 蒜牛肉 所以都切得很薄 拿出來可以透光的 薄薄的薄 好 但是你蓋住了之後 你就不知道下面是假的 是錯誤 是不好的 所以veal就是薄薄薄的一片 re把它拿掉 就可以露出來真實的面目 叫reveal 好 接肉字 接 露開來 這樣懂嗎 veal字薄薄 好 that only twenty percent of them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他們 get enough sleep 現在年輕人都普遍有睡眠不足 中後期 seventy percent of them have insom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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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句子你要念insomnia 太難了 所以老師建議你 不發音的字提醒你 歐字念長音 insomnia 英文字有ia 就是疾病的名稱 所以這個字一定是疾病 好 裡面不爽 身體不爽 insomnia somnia somnia 這個字它其實不是爽 是清醒 你內部不清醒的病 叫做什麼 失眠 som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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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ber 不清醒的意思 不清醒的病 就是你有失眠症候群 那至於它為什麼 因為古代的那個 古代的insomnia 它其實就是來自於你的 那個身體有病 所以呢 裡面不爽 然後就是你會睡眠不好 然後就會一直長眠不起 那失眠也是這種問題 就是你白天精神不好 晚上精神特別好 糗大 which means that the teens cannot get sleep 他們不能睡著 they want to 所以第四個應該是連結詞 他們不能睡著 第三個我已經沒有看到 就是even if 即使 所以這邊要寫even if 即使他們想要 even if they want to 這個字叫 survey survey叫調查 se 這個字我們可以講 叫做serve 衝浪 衝浪 衝浪一定是在所有浪上面 所以這有se 就是全部的表面 全面 然後ve 就是管道的通道 所以你把所有通道 通去收集資料 我們叫調查 所以survey是一種調查的意思 好 survey是調查 你要自己寫 再來 There is no sleep that deprivation haunts many aspects 就是這種睡覺 沒有這樣的睡覺 那個會deprivate 應該是deprivate 這種的 這種睡覺可以剝奪 這種剝奪是 那個 Hunt是籠罩 這個字 這個比較難 是籠罩 老師先不講 就是籠罩 就是會 黑雲籠罩 這個區域 籠罩 那個什麼鬼屋 叫做haunted house 因為被鬼籠罩 籠罩 籠罩就是 形成一片霧雲 Many aspects 方面 of teenagers life It can cause them to feel anxious easily 所以 第五個 很難 第五個很難 是因為 這個前面後面句子 There is no 第三個 就是 是不是第三個 它是第幾個 第五個 第五個 第五個應該是 There is no knowing 這裡只有兩個可能 There is no way No way 是不可能 No knowing 是不知道 There is no doubt 不可能 There is no way 不可能 There is no knowing 是不知道 There is no doubt 是 這個 懷疑 doubt是懷疑 所以各位同學 又出現一個 subtle 這個 v又不發音了 你就學到這些 因為 o後面 suttle suttle doubt v也不發音 這叫懷疑 好 所以 我們要來看 There is no doubt 還是 No is no knowing 這個 剝奪 所以這個字 要做doubt 很不用懷疑 沒有人懷疑 沒有人懷疑說 There is no doubt 沒有人懷疑 睡覺是會剝奪 這個叫剝奪 很難 deprivation 這個我以前講過 每次 要講這個字的時候 我就要跟你講 什麼叫deprive 因為我在講這個字的時候 就要講那個prime prime surprise prime prime 所以 就是拿起來 所以剝奪 就是全部來剝拿掉 prime 就是拿 d 所以the prime 就是要全部都拿掉 就是剝奪 hunts many 這樣的睡眠剝奪 會hunts many aspects 各種年輕人生活的各種方面 it can cause them to feel anxious anxious 很焦慮 這個東西 考試都必考 就是你在講到心理的健康的部分 很多考試都不要 焦慮的 anxious 這個字我以前也會講過 它來自ang 你跟生氣 生氣就是 你會連 真的很大 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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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的角度叫angle 所以它是很大的意思 然後很大的什麼 進崩 就是焦慮的 sious 你很多的人 就是焦慮的 焦慮的 這是一種心情的狀態 how have low grade at school 在學校成績很低 所以 各位同學大部分都是 心境跟外面的生活 都有很大 還有就是很多的失眠 a variety of 各種健康問題 like diabetes 這叫糖尿病 好 糖尿病叫 diabetes 那你們就會覺得說 老師這個diabetes怎麼背 又問得很好 因為各位同學不知道 dier這個字 你們都學過 鑽石叫diamond 所以dier就是對角線 鑽石的整個面 都是漂亮的對角線 鑽石是有很多對角線的三角線 因為它可以做到反光 反噬到最多光 所以鑽石的切割很重要 一顆沒有切過的鑽石 跟一個玻璃 跟一個石頭 跟一個石頭 沒什麼兩樣 你把它切割成每個面都很漂亮的時候 那個叫做diamond dier dier 它有對角線 段子就是很多對角線形成 很多對角線形成三面 再來就是beet 你不知道就是beet 就是糖 所以你不知道是因為 在歐洲他們的糖 不是從甘蔗來 甘蔗只剩下它的熱帶 糖要從beet 甜菜 甜菜 甜菜就是一個像菜頭 裡面打開 紅色 你們不吃啦 因為都不好吃 甜菜 dier beat 所以beet 就是糖 所以你全身上下都是糖 那就是糖尿病 heart disease 是心臟的疾病 obesity 叫obese obese obese 叫做肥胖 obesity 這叫胖的 這些都是很重要 你不會很難讀的懂這些文章 it is at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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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所以這第六個一定是 is of 這個第六題要用of 這個老師 我跟你講很多同學都不知 這一題都是亂猜的比較多 但是你其實都聽過我講過 英文你在不知道什麼介系詞的時候你要知道 介系詞它的目的就是後面一定會接個名詞 所以你要去找名詞 atmost 不重要它這個形容詞 它就是most atmost atmost是最高的境界最重要 好各位同學 你有沒有看到importance是什麼詞 名詞 所以英文呢 你就想說it is 後面都要接什麼詞 形容詞 怎麼會接名詞呢 一定這個介系詞有關 我是不是跟你講過of 加名詞等於 形容詞 就是這個 他就單純考你這個觀念 of importance 就等於important 聽我聽你懂 teens get 一個年輕人teens get at least 至少九小時的睡眠 every night 各位同學你們不可能睡九小時 我很羨慕你們 像我們現在年紀老了 我們腦中的那個退黑激素 一個人的睡眠時間跟腦中分泌的退黑激素有關 你的退黑激素呢 跟你的年紀有關 當然也跟你的那個健康狀態有關 退黑激素濃的時候 你就會想睡覺 退黑激素蛋的時候 他的子育中的濃度 他退黑激素是什麼 在腦下垂體 他分泌退黑激素 退激素他都跟 所以很多人啊 就是有天然的治療法 就是吃豬腦 因為豬腦 裡面有退黑激素 其實叫豬想農才有用 然後他裡面就是含有退黑激素 你吃了之後 你的濃度高 你晚上會比較容易睡覺 你會睡清醒了 就是你退黑激素慢慢的 那為什麼叫退黑激素 陽光照了就會消失那個 叫退黑激素 退黑 所以退黑激素高的時候 跟我們皮膚的膚色會有關係 這些都是生物上的原理 你以後在讀書的時候 應該都應該要讀 都會讀的 不是課本的 課本不一定的 所以我們講到這個 如果你是自然主 你如果沒有讀我懂 那你可能就不適合自然主 好 at least 9 hours of sleep every night then 我那天我可以看一個學生 那個學生就是 你知道他是自然主學生 他的問題就是 國文跟英文太爛 然後他就跟我講 老師你知道嗎 我給你看 他們從國中開始 就在讀牛頓雜誌 所以他就給我看他的牛頓雜誌 我說 不好意思 阿伯 因為我叫阿伯 從高一的時候 我砸一下重錢 我在高一的時候 砸一下重錢 一口去買三年的牛頓雜誌 我的牛頓雜誌 從第0期開始 0到36 因為他送我第0期 我是創先知 我在家還有第0到第36 每本 因為很貴 一個高醫生竟然會願意花錢 砸36本 三年的 因為你才知道最新的科學知識 我當時讀的東西 真的都可以用得到我的讀書考試 但是我把它當作一種 閒來無事 翻一翻 現在最新的科學知識在講什麼 所以你是念自然主的嗎 所以9 hours of sleep every night then there are why are most of many of them 他們最多 have什麼 這個字一定是 difficulty 或者是 trouble 所以你要去知道一下 trouble 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考你國中的時候 我是剛剛寫difficulty嗎 還是trouble difficulty已經你學會了 然後現在給成trouble trouble通常不會數 difficulty可以數 所以你difficulty可以加difficulties 去Y加IS 會這個喔 having 所以many of them having 各位同學這個句子 are having many of them are having 因為我把why拿到這裡的 trouble sleeping at night or keep awake 保持in the daytime 好 為什麼 他晚上會睡 困難睡著 然後在白天的時候 會無法保持清醒 那都是因為 很多的生理上原因 你的目的 你的學習就是目的 要去了解你的生理原因 所以讀事是為了了解自己 there are the usual 這個字 它是you 它的發音上 它是一個子音配母音 所以這個字是子音 所以這個字要唸the you 所以大學要唸the university 不可以唸the university 所以你在發音的時候 你如果唸the跟the 你發錯了 通常就表示你拼音的能力 有弱 有弱 你不知道它接什麼 它會怎麼發 它不是背的 它是因為你很順 the usual suspect 懷疑 這個字叫懷疑 suspect 懷疑 通常都懷疑 of course teens have a lot of homework 所以teens 通常第八 通常都是副詞 對不對 第八通常是副詞 好 傾向於 tend to 傾向於 to have tend to 都通常有這個傾向 年輕人都傾向有很多的功課 talking talk tend to talk 你看這些不定詞 加加圓形 都傾向於跟他的朋友聊天 on the phone or go to many party 或者去 bear party 這個party 在外國高中生就開始 因為他們國中生是不可以去上party的 國中生的時候你去外面住宿 都是要經過父母親同意的 所以高中他們就可以去很多party all done all done all done till the we out we 那個就是 oh the morning 通常早上才會來 researchers are now also pointing at pointing 他們也指向Electronic device 這個電子的設備 所以我們在講手機電腦 Electronic device 就是最近研究 as a reason for sleep 第九 sleep 缺乏 所以我們第九 叫deficiency 這個字叫deficiency 好 各位同學 D E F I C E N C Y 好 是抽象名詞 deficiency ENT 變成ENC END ENCY 你把它字拆好 那C後面都是JI deficiency deficiency 缺乏 睡眠的缺乏 because cell phones, computers, iPods and TVs in their rooms their mind 所以因為這些都會把他們心智 第十個一定是動詞 對不對 都會把他們心智怎樣 overcome overstimate 這個字比較難 叫stimulate stimulate 當然我這個字有機會叫做刺激 因為這些東西都太過刺激了 因為太多刺激的話 你的小腦是不會產生會 因為你的大腦如果是在刺激狀態裡面 你要保持清醒 所以你的小腦不會分泌 是退黑激素 像我們更年期到的人 我們退黑激素會大量減少 所以年紀老的人 退黑激素不足 所以導致他們睡眠都嚴重不足 因為退黑激素 是跟你的睡眠有最大關係的 退黑激素知道嗎 退 退應該這樣寫 退 黑 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 跟你的 跟你的皮膚的顏色有很大關係 因為 它就是退黑激素 你的皮膚越白了 表示 你那個太陽曬越少 你退黑激素就越少 所以 好 再 What's more when teens hit puberty puberty 要會叫青春期 青春期 叫puberty 這個字 puberty 要會 puberty 你知道多念幾次 puberty melatonin 什麼叫melatonin 哈哈哈哈 各種學出現了 退黑激素 叫melatonin 好 那個melatonin 有機會再跟你講 因為它是念 在裡面 latum 所以 melatonin 沒了 that tone 就是在那個法語裡面 就是黑 沒了黑的東西 你的身體裡面 沒了黑的 melaton 不會痛 melatonin 好 hormone 這叫荷爾蒙 所以我們的激素 melatonin melatonin 叫荷爾蒙 這種荷爾蒙 that help people sleep gets released at around one 所以你的一點鐘之前 就會開始分泌 就是melatonin melatonin this means teenager cannot get 什麼 soon enough 所以第十一個就是 意思就是 get enough 這意思就是青少年 無法get the sick soon enough 所以第十一個叫什麼 enough sleep soon enough 因爲 這個refresh的就是 振奮 精神又回來 叫振奮 那麼awake 就是醒 所以get sleepy 不能夠睡覺 不夠很快就睡 想要睡覺 which then result in lack of sleep in result 這個字呢 表達是result 會接 in 然後lake 就是名詞 lake會接 off 所以這個是名詞 lake可以當動詞 也可以當名詞 而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會跟off 在一起 所以你要去想想看 為什麼這個字缺乏 會跟off 在一起 所以它其他的缺乏 也都是跟off 在一起 那麼result 都會跟in so how can teens reclaim 從得到 從得到 從新再得到 叫reclaim claim claim叫得到 loss hour of sleep perhaps they can do so 他們這樣 這個句子很濃寫 就是by exercising during the daytime getting 所以你去曬太陽 曬太陽 你的退黑激素 這皮膚越黑了 退黑激素就會被你吸收進去 然後你的 原分成分 然後你的大腦 小腦就可以分泌 所以才會叫你去曬太陽 這樣去運動 getting ready 因為運動是讓小腦 getting ready for bed 準備睡覺叫 getting ready for bed 所以are you ready for bed 就是你準備要睡覺了嗎 for bed 就是床 睡覺 這個bed 它沒有加熱 沒有加熱 最主要是睡覺 at the same time every day and the什麼 all electronics off 所以這個一定是什麼 turn are you getting off 所以這個句子 你要看一下 they can do so by exercising by getting ready for bed and 因為都是by 所以這個第13個 一定要動詞ing turning off 那一定是動詞ing 所以答案是用turning 好 關掉就turn off 好 我們今天呢 就是主要跟各位同學 就下一次就請各位同學 練習一下我們 因為老師主要主講就是 告訴你這些單字 然後各位同學呢 你看看我有沒有 這裡講到了even if 即使 他要跟even if 他跟even though 是可以共用的 even though even if 然後呢 再來就是have trouble have difficulties 你只要能找到 就是have a hard time 也是有同樣的意思 have a hard time 後面呢 一定要讓ing 因為你有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做這個事情 這兩個是同一件事情 當第二個動詞 跟第一個動作 是同一件事情 的時候他就用動詞ing 你慢慢的就會發現 老師講的很有用 就是讓人家聽進去 然後by 藉由什麼方式 這個他下一次要考 就是你只要把 by拿到前面去 only by 他就會引起 後面句子的倒裝 下一次你要看到句子 就會這樣 by closing her eyes can she get the present from the river 從那個河神 對 他藉由 就by 會引起倒裝 他把前面放下去 然後下次我們就請各位同學 來練習這一個 好不好 這個是 78頁 好 很高興呢 各位同學 我給你介紹 因為介紹一本小說 也要花時間 就是八頁 今天本來還要再介紹一點別的東西 就是我想我每次都會講 講一些課外的 好 74 75 75 所以我的67 67 我是不是 我今天翻譯沒有寫 所以老師 就 沒有 我本來要講翻譯的 然後 這樣子也可以 我們各位同學就練習 78頁 然後呢 70 74 74 74 75 76 74 75 76 我們 主要就是 希望各位同學 去透過這種練習 關於那個 MELATONIN MELATONIN 對 你把聲音拼好了 你就可以寫出這些字 啊 絕對不會困難的 好的 是 好 今天就上次 有一些 謝謝這個 男生 希望不會 這邊做得太久 好 這邊就是這個藍色 但是我不會 有時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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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這個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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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要接 我們下一次 拜拜 拜拜 我們要選Zex 我會的 等一下 金 可膠 三個 可以 謝謝 還好看 這樣子 沒有辦法 這樣子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在這裡好 呃 我覺得DN是說 這個TEL在這裡 因為是說 分辨得出來 所以 WHATER SHOWS THE FUTURE 但是這 WHATER也可不可 然後 THAT也是可不可 那混比較不可 混比較不可 因為混在前面 必須要有一個 哦 WATER SHOWS THE FUTURE 可是你知道喔 這有一點怪喔 你這樣WHATER的時候 只要是說 它是條件 所以你是常常都在害怕 你的WHATER 所以這樣比較好 就是用中文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你從英文的句子裡面 看不到用WHATER的時候 所以ON THE FUTURE 用WHATER還可以喔 所以這個句子 用WHATER 因為他從電話當中 他很害怕他的尾巴 用WHATER比較好 換個字 不行 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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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WHATER 很揮的喔 這樣 這樣嗎 就是如果沒有合字 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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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WHATER 就是這樣 叫做 叫做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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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這個句子 怪怪的 你可以中間出來 去問一下 是不是要再害怕 這個好像不是一件事情 我可以 它都在害怕一件事情 原本的未來 害怕未來 不是一件事情 所以那個好像跟 就是前後句子會 有一次性問 就是 我以後來都有證明說 他後面誰說 所以他 所以 中間 哇 我都不改了 你選了WHATER 沒有 我選 我選了 會 會的話 他必須前面會跟直接有關 你會是調進去啊 因為我想說 DATER他應該要是那個名詞 所以 你看 如果會的話 通常就是 當他知道害怕的時候 他是會怎麼樣 那 I 會 安慰他 或者 他 會 有沒有 那 比較合理 就是 因為 會呢 是不是 會把他 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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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 學外 其實下次 因為他本來是 很難的 所以 你現在說 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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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根本 決定 他 這個 是 因為 出 他只有高三,然後他們老師都會加他們要留在學校玩師兄 所以他覺得禮拜五沒有辦法回來上課 只是你吃毒素的嗎? 對啊,你就知道你在哪 熱包 好像那個那一家有那麼多人 嗯 對啊,你好通常,你也注意一個人 我本來很常買 我剛才講說,我好不容易就是能夠吸引他的一個注意力 有,他說他覺得上課課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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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告訴我 好 好 然後他只要上課嗎? 他原本就不想 他只有禮拜五 然後禮拜 連母到時候會多多次 對 他要考那個學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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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人 穿 是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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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而且他們又是那個 中三 他們只要很 很能等 就是施力的 羊子 施力的都會想要 就是成績很重 對 那我們就要到 那獨羊子的目的就是 爸爸和媽媽就是羊子 沒有,我覺得羊子就有家庭的區域 其實是因為我媽媽有一個 她有認識的朋友,然後她是 羊子的老師 所以她媽媽覺得羊子很敏敗 然後她剛好又有同事了 但是也是讀羊子 所以她就老頭 讀比較小的 比較有一個好處 人家比較有排名 比較容易 所以她會比較明顯 好 對啊 你有沒有在大校 就排名啊 因為我們五個女人在班上 如果排名第七的時候 她排名第七的時候 她缺少排名才一百多 十幾班耶 你要真的十啊 她會 對啊 那如果她就只有家庭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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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ie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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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chemical 好像比較好 沒有看,還有興趣 喔 還有沒有問題 我心裡會想跟楊彥玉 其實很直爽啊 開啊 很多男生都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對他們的心情 我就說 平日定的 所以這個 很多男生,就是很多小孩 就比較好 就是 就是 我今天早上 在 我領好前 在不停溫柔 我覺得有一個地方 有一點點 是你剛上的 不停在 喔 那 還有 我會搞 他的題目 在不停溫柔 有一點點不困難 那通常都會先拿來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不停在你 他剛好十分期的時候 他就比較難 然後如果他剛十分期 或是中期或是 他剛好 但是他就是 他是有排名的 他是說 他是把 卡丁波電腦不拿去 但是如果 他說很錯 這兩次你就可以通過 很多人很難受 他就是這樣 他不是每次都會這樣 沒有 你也能感受 對 所以 你知道我不用擔心這個 他不是用一體力來算 他就說 所以有多少人過 他的體力 他會不會扣 所以 很多人他就扣了 很少 不然很多人錯 他就扣了 對 很少 所以如果兩個人都錯 一個會 扣比較多 有可能 看你扣了 喔 我扣了 因為現在有時間 現在都有電腦在那裡算 因為我們平常 算的分數都是 學校 學校不是都有電腦在算的嗎 當然是沒有 因為我們是老師 是每班老師自己來算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他就沒有辦法 就是 如果是全價的 都 沒有 如果是全價的話 你說通常都也能理解 好 就全虛 那就是都是相關的人在 所以 就會更 比如說 你他分出來 你是 就是比較適合 比如說 就是他的分數就會比較 比較 比較提醒 就是總共有100 然後當然就是 你就是在場外 然後如果你是解決的 就是 你就是解決的 你就是解決的 那你如果本身解決的 就是 就 就 它是百分數 在裡面 不要太難 不過 那我知道 我現在分數五十年了 現在分數 你怎麼反而 是用幾十嗎 分數來算 是百分數嗎 還是 是八十分數還是 因為 英文是 閱讀只是 就是 就是 對得署以全部 可以 八十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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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那八十分數 他為了要算 不是自己的百分數 所以他就經過了一個 條件 那八十分數 就是 他把八十分數 當作 一百分數 那算是八十分數 因為他是 對的 八十分數 就是 也就是說八十分數 應該是算前面的 八十分數 對 他有一定的 八十分數 所以當年是 1.2 所以整個 1.2 整個 1.2 1.2 整個 那算在那邊 八十分數 然後他們每一幾二 經過那個 禮物像是這樣 但是事實上 在做 所以 要看 這個 實行 這個 他們 原來在跑 一邊 不要算更好 一般來算的 我一般來算就可以算 這事就算倒下來了 妳不用看了 妳是一定 OK的 妳一定會用得多一點 那 出一題 不會讓妳 swoim先 真正的國際啊 不要太急 我知道 我覺得這次自然要有點恐怖 你用我上次 自然沒有 twice 但是 這次我寫的時候 就是太緊張 寫其他地方不會,就是不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實際上就出席很多 你是小客人 如果,我是這樣沒有,因為我覺得你是一個 先跟隊很會很興趣的東西 如果你有開啊,你在隊伍術不會有那麼多用 我很喜歡你們的隊伍 因為你這樣就是可以吸引你 所以你這樣也是一個發展全台的好運動 那只是說你要保持個心情要用過去 考多考少,分數考多少 通常都是反映出你的實力或是什麼樣子 你的喜好 其實到時候就要幫助你說 我這樣比較無全科 如果你用到心情,我覺得不然變成這樣 而且我這樣很麻煩 如果我們讓你這樣拿,另外你應該也要找人 那我媽媽會怎麼看我 對,我覺得這個很好 就是幫助你 Evelyn 那我就覺得她 今天比較容易放 今天這麼容易就一直要看 好 謝謝你,謝謝你 謝謝 You 希望你很會來,希望你,謝謝 You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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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